台中的高美湿地一直都是国际知名的旅游景点 不过因为天际上布满着电线就好像是蜘蛛网 有爱观瞻 因此地方明代就争取了2000多万 要将12支高低压电感地下化 并且争取半年内完工 要还给高美湿地一个干净的天际线 一望无际的湿地美景搭配着蓝天美丽极乐 不过当地离帐却反映 因为这架在高空的电线有爱观瞻 电线太多太凌乱了 我们这个高美湿地算是国际观光景点 他们拍照会影响到好像蜘蛛网看起来很凌乱 高美湿地是国际知名的旅游景点 但因为在美提路将近有800公尺电感灵力 不满密密麻麻的电缆线影响失容 就像蜘蛛网一样 若遇到台风强风吹袭 又有可能造成缆线脱落或电感折断的风险 因此地方迷带就争取2200万将电感下地 都非常的希望能够将我后面的美提街的 这个将近800公尺的电感地下化 那我们经过了这一年多的时间的一个协调 终于达正成功 总共的经费需要大概2200万 我也特别感谢台电中游也一起敦青慕林 能够达到这个预算的全体总到位 目前预计会将高压杆20支低压杆3支下地 更增设4座基础台 更结合了各管线单位 如中华电信等同步地下化 先把基础台的位置先确定都OK 都有办法放置的话 我们再来拆电线杆 再10座管路 管路部分都做好之后 再穿那个电线线 穿电线大家都有电的时候 我们那个电线杆购全部都拆除 工程争取半年内完工 届时电线衣出天际线豁然开浪 可进一步提升供电安全性及可靠性 也为高媒师弟带来新的景象